今天我們跟各位要講的題目 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剛代教育 我們先從整體的全面的 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然後再看它對剛代教育有什麼啟發 我們還有一次機會分享 再跟大家講儒家的精神 以及現代社會價值觀相關的問題 中間順序有一個先後的分別 那麼今天在跟各位分享之前 我先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我個人的一些經歷 因為孟子講得很清楚 要了解一個學問 要看講這學問的人 他有關的例行實踐 有沒有跟他所講的學問結合起來 那麼孔子跟孟子 尤其中國傳統文化 都不是空洞的理論而已 它是一種生活教育 它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已 它又融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它是生命的學問 今天我既然應邀中國教育學會很客氣 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想首先也把我講這門課 那麼我本身的一些生活經歷 怎麼樣子來實踐 我們中國傳統教育的核心價值 跟大家做個分享 首先請大家看到這個右下角 這個是我在台灣的台灣大學 哲學研究所畢業時候的照片 我的大學念的是化學 是科學理學院 我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畢業 那麼當時我在高中 我就特別關心兩個問題 一個是人生的問題 人生的價值 人生的意義 人生的目的 我相信很多青少年 都會關心這個問題 只是懵懵懂懂不知道答案 第二個關心的是中國的問題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應該怎麼樣子才能復興 我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 能夠善盡什麼責任 我相信在十六十七十八歲 這個時候很多年輕人 雖然是正在成長 可是恐怕都會關心這兩個 一個人生問題 一個中國問題 後來我看了 北大哲學系最早的一位名教授 叫做梁樹明 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大使 他在回憶錄裡面 他也講 在他那個時候 跟我差不多一樣 年輕的時候 也就是關心這兩個問題 所以我想如果各位教育界的領導 把這兩個問題 讓我們的青少年朋友 從小學開始就搞清楚了 有一個從小立大志的這個教育 那麼這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我當時雖然這個念的是科學化學 可是我覺得科學化學 不能夠回答我這兩個問題 不能夠滿足我這兩方面的精神追求 所以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在轉念哲學 在轉考台大哲學研究所 是轉院 這是台大當時是第一個例子 所以我生平創造了很多第一個例子 我就拿我生平的 這些活生生的例證給各位報告 但是我覺得思想文化的出路 對民族復興很重要 所以雖然很多人就是感到很奇怪 甚至有人問我母親 互相是不是受得怎麼刺激啊 練理工好好的為什麼要去念哲學啊 哲學會不會他餓死啊等等 可是現在大家看看 孔子思想中國文化 國學是多麼的重要 那麼我在台大的哲學研究所 當時畢業論文是方東美先生指導的 方東美先生是兩岸公認的大哲學家 他在世界上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地位 尤其他的外文很好英文很棒 經常在國際學術會議來弘揚中華文化 今年正好是他115週年紀念 所以過幾天由北師大召開一個 有關方東美先生的一個國際學術紀念會議 我也特別來趕來參加 我講這個意思啊 就是在青少年的時候 受老師的影響很大 老師可能一句話 可能一段事 可能一個故事 都可以對我們孩子們 我們的青少年們有很大的影響 當時我記得有人問方東美先生 說你看後翔的論文怎麼樣 我的論文就是寫《易經》 《易經》的生命哲學 所以現在很多大學 北大、清華、夏大、浙大等等 主要講《易經》跟管理 那麼有人問我當時的老師說 這個互相論文你看他怎麼樣 方東美先生對我有兩個評價 第一個評價我很高興 第二個評價我當時很納悶 可是後來現在就覺得很清楚 他第一個評價講 說互相聰明絕頂 這個我不敢當 不過我只是引用從前老師的話 因為我念科學 大概才準備了一兩個月 考上台大哲學院教所 當時還是滿名列前茅的 他說但是啊 政治興趣太龍 政治興趣太龍 我聽得覺得很納悶 有點委屈 我說我不是政治興趣龍 我想要救國 我想要報國 所以我關心時事 好後面這句話 老師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印象很深遠 他說什麼 他說你多寫幾本好書 像柏拉圖一樣的好書 也是救國 也是報國 我當時放在心裡了 所以後來怎麼樣呢 一方面我在學問上 還是持續著我當初啊 希望為中國找出路 這麼一個方向 那麼二方面呢 我關心時事 就像蔡元培先生 這個北大老校長 我們今天在北大 可以引用他的話 特別有意思 他說讀書不忘 救國 救國不忘讀書 我想這兩句話很值得 讓我們所有青少年朋友 都曉得 讀書不忘救國 讀書不是只是為了個人 想升官發財 古書的徵集目的是救國救民 這不是空洞的唱高調 這是每個人從內心 從小開始就立定的志向 然後只是你在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書 整個國家救起來 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所以讀書的時候 不要有人救國 你要救國 很多人現在在政治上有高層 不要忘了讀書 不要忘了學習 所以總書記經常強調的 學習 學習 再學習 在座各位 能夠有這個機會來分享經驗 在這個精神 以及這個知性上也是一種學習 中央政治局經常集體的學習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風景 當然他後面這句話更重要 實踐 實踐 再實踐 前面是學習 學習 再學習 後面是實踐 實踐 再實踐 把學習跟實踐結合起來 把各位在這邊聽到的分享心得 回去之後 再跟大家的食物 再跟大家平常的這個實際 結合起來 那麼大家的整個教育的功能 教育的績效 就一定不斷地提升 所以後來我有機會 在美國波士頓大學 請大家看 這個是我在美國波士頓大學 念博士之後的這個畢業照 我的博士論文 四十多年前了 四十年前左右 是什麼呢 現在看起來也是第一篇 現在大陸很重視 叫做孔子跟一個人的比較 孔子跟馬克思的比較 孔子跟馬克思的比較 很重要 當時大陸真的文革 我當時就覺醒到 而且預判到 說中國思想要有出路 中華民族要能復興 那麼 孔子本有的傳統思想 和西方外來的馬克思主義 中間一定要能融合 一定要能夠結合 今天在座有好多 從山東來 浙江來 四川來 雲南來 各地都有 我就講浙江一個省領導 到台灣去參訪的一個小故事 這位書記他特別請我安排 去見星雲大使 他問了兩個問題 我覺得很有深度 第一個問題就問 說佛教是外來的 是印度傳來的 他為什麼在中國傳統文化 可以融入得非常的融洽 馬克思主義也是外來的 要怎麼樣才能夠中國化 能夠成功 當時我也在做 當時我也講了 新雲大使也講 說因為佛教文化融合了 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文化 因為他外來的這個 印度傳來的佛教 融合了中國本有的儒家跟道家 所以他現在幾千年來成為 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 所以特別請大家注意這個 他不是從狹義的宗教來看 是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 這句話我覺得很高明 後來總書記訪問巴黎的時候 就引用這句話 說佛教從大陸傳 從印度傳進來 因為融合了中國的儒家道家文化 所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 他把它當成是一個文化 而不是一個宗教而已 因為這個浙江省書記 另外一個問題也很重要 說共產黨講無神論 那麼共產黨員怎麼樣才能夠 接觸接近佛教 佛教是中國本有的文化 這中間好像是有一些 必須要結合的橋樑 這兩個問題都很好 西雲大師講得很明確 他說佛教也是無神論 哇 很多人天天嚇一跳 佛教怎麼是無神論 佛教真的是無神論 佛嘛 佛就是布達 布達就是抉擇 就是覺悟的人 靠自己覺悟 共產黨員不是強調靠自己覺悟嗎 自覺 所以 佛教不是讓大家去拜外在的偶像 而是把內心的佛性能夠發揮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 佛學能跟中國的儒家道家結合 中國儒家強調 人人可以為聖賢 對不對 我們這個教育的根本信念 每個人內心都有善根的 都有這種潛能 可以向上提升 可以向善來積德 向善跟向善 用總數據的話來講是 這個正能量 每個人都有正能量 用王陽明先生的話來講 人人心中有重泥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孔子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太陽 都有良知良能 這個良知良能不能蒙蔽了 不能患散了 不能沉淪了 人人都有這一份很好的良知良能 我們教育工作就是把它激發出來 把它發揚光大 完成你本有的潛能 所以天命之為信 上天給你的使命 就是你生命的意義 就是完成你本有的潛能 完成原來的良知良能 佛學講 人人可以成佛 就算是壞人 放下屠道立地可以成佛 對不對 他重新找回他的善根 所以佛學裡面講 人人可以成佛 跟儒家裡面講 人人可以為聖賢 這相容了 融通了 對吧 好 那麼佛學講空 萬法皆空 名利啦 金錢啦 虛榮啦 這些都是空的 真正的 你所能夠持有 是腳踏實際 你行善 你的自我的 這種行善 本能的良知的完成 道家一講空啊 道家講無 佛學講空 兩個結合起來 因為 佛教從外來進來 但是可以融合 什麼呢 融合儒家講的 人人可以為聖賢 融合道家所講的 空靈 結合起來 所以他形成中國 密不可分的 現在講 儒道士三家 最重要的中國國學的三家 三家 都沒有 酷 武器 佛學